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的话它往下测 往下测它是只是一个小V波 小V波 那当然一路要往下测测测测到 因为这个是最后一个下跌脉动 那下跌脉动以后它做一个反弹 结果它只有三段式的 这个反弹的过程在当下 当然我们会去期待 看有没有机位是走五段式的嘛 那结果它只有三段式的 这两个都是一个反弹的结构 好 那反弹只有三段式的话 那就是一个小A波 你就要注意接下来这个V波 可能它会往下一路测 你要就走出一个这个V波来 比较明显的V波 如果说它是一个五段式的往上走 你可能你会看不出来 它是一个小V波 因为这五段走完对不对 譬如说假设这五段走完的话 它可能拉回来次一式上去 变成做一个ABC整理 然后再往上推 其实那个ABC整理 就是一个小V波的结构 可是那个会比较不明朗 不明显 那它这个只有三段式的 这个小A波的话 这个V波你就会觉得很明显 那这个V波的话 就会让很多投资朋友 或是很多分析师 会误以为说 好像一副大空投要来 然后要往下 一路往下去灌破这样子结构 不是 这很明显 它这个结构就是一个 一路往下测试 它是一个小V波的结构 那我说它A波三段 当然V波的结构 有可能说它一波来测试完 开始走西波 或者说它V波做一个 三段式的横台以后 再走西波 那这个都是V波的架构 因为它就是一个整理结构 整理结构当然 它的形态有很多种 很多种 那我们只能走很短线的部分 比较去判断 去加以辅助判别说 它大概会走什么样的架构 会走什么样的结构 那当然细纹的脉动 上礼拜四就有跟你谈 其实它最为主脉动 它是有一个小的一二三四五波 这个是角色线 最后一个V波是从这边15475下来 大盘是15461下来到最低是14397 那这个结构 这边有一组12345 我说这是一组迈动 那当然这组迈动完它反弹 对不对 那我说这个 其实它看来是只有三组 这边有一组 然后拉回来 弹回去然后又一组 那针对这一组它先做反弹 那反弹以后是不是就一路往上弹 现在重点当然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还很远 你如果说它12345的话 这个14是不会重叠 也就是它弹回来不会看到这个点 可是那个离得太远 那离现在还有200点 你用那个来做辅助判别的话 可能会稍微慢了一点点 比如说你等到说 它真的一路弹了 它超过了 它不会走五段的只有三段 那那个时候的结构 你就可能要等拉回了 因为它确定说 它只有走三段 下跌只有走三段 不会走五段 可是会有点慢 有点慢 那我说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看它的一个下跌轨道 那目前今天谈得那么高 也其实也还没有明显越过 也还没有明显越过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攀平模式 就是说它这个推出来的一个结构 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个是一个小推生的买动 那这个就比较难交 因为它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点位 或是一条线来让你判别 没有 那个是凭着它的脉动 凭着一个经验 看盘的一个经验 所以这个结构 其实在这个地方一路往下 我们一路往下再测的话 上礼拜三最低 然后礼拜四就强谈 今天礼拜有放假 今天礼拜一又大涨特涨 当然也是美股大涨它跟着涨 可是重点是 你如果像有很多以前美股大涨 它台股也是不会涨 要不然它开高走低 今天为什么开高能够撑住 因为可能时候到了 就是说这个结构它 我说那吴小波 我们从期货来看比较清楚 但我们从期货来看 期货的话 7月7月这个建地点13835 我们一直认为它还是有效的一个结构 有效的低点 那有效的低点完以后 好 在这里13832 最后一个脉动结束 它开始反弹 针对这一段先反弹 三段而已 结果它三段反弹完 我说那你要注意 它可能会有一个 你要忍受这个小V波 它的方向是震荡整理往下 这个我抢了很多 它的V波的方向是 这个V波往上 V波方向是震荡整理往下 慢慢往下 它不是一路下 可是它会震荡 可是方向才往下 那像现在下到差不多的时候 下到哪个地方 我说其实下到这个点破掉以后 其实反而你更要注意它的买点 这个转折 这三段式的转折 14461 有没有 9月7要破了 14461 这边14331 结果反而这个是目前最低 这个一破很多人 就误以为说 整个要崩盘了 那个是完全是错误的迷思 我说反而那个三段式的转折 那个转折点一破 反而你要注意它的买点 因为为什么要注意它的买点 因为第一个 如果说它是三段式 V波也是三段式 它这个来破完以后 它可能还会上海 还是有三段式先走完再说 那另外一个是测试 一路往下测试 一破到底车 这个还是要破 破掉以后 其实你反而要注意它的买点 反而要注意它的买点 刚好 刚好这个一破掉以后 刚好这个细微破的部分 9月7号 9月7号 14331 刚好细微破的部分 我说破掉它刚好看起来是五个脉动 看起来是五个脉动 当然这个是有机会 这个就有机会 对不对 12345波你这一段先反弹 好 那结果它9月8号就谈到14552 然后今天又谈到14824 哇今天谈很多 那这个就来到这一界区了 好那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画一个圈圈在这里 今天谈到这里14824 其实你如果要看价位的话 注意的重点在哪里 在这里 因为你这整个脉动是12345波 下跌结束反弹 这个没有问题 那问题是谈到哪个点 这整个才会结束 因为这里有一段 最高是15461 我们讲的这五个脉动 是从1531812345波 如果这边还一组 一组然后二 然后这边又一组 然后弹回来 你14不重叠 还有机会还有一个第五波 等于是这一波 然后这第三波还有一个第五波 对不对 那上来如果重叠到 那就不会来 就只有三波的下跌 那因为它是一个整理形态 三波五波都有机会 我们会一直强调 那现在重叠好 那你要看 这个还 现在最高14824 这个还有14987 还立150点 大盘更远 大盘要200点 这边还有150点 那你如果穿刺过去 代表说 它是只有三段反弹 三段的一个拉回 那小B波的第一 至少第一段就站高的段落 或是整个小B波 站高的段落 那你就要注意到 好 接下来往上做的话 当然你还是不要去追高 好 这种大B波的结构 都不用过度去追高 它还是会拉回 那拉回你要注意站在买方 好 拉回你要注意站在买方 好 那这个拉回你要注意站在买方 这个买方是买哪一个卖动 是买它说直接走西坡 还是说B波的第二段是往上 就是这个地方 我说它一坡三段 那你说B波有时候就一坡到底就结束了 你注意看那个时间 现在时间还有一点 你如果再拖久一点 一坡到底就比较不容易 比较 就有机会是就一坡就结束B波 好 就不会是三坡式的B波 那如果说好 真的是三坡式的B波也无所谓 所以你这个地方 还是有机会第一坡结束 你往上还是B波的第二段 还是往上 或是说开始直接走西坡 现在重点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上礼拜 那一路就要往下测往下测 我说其实越是震荡 越是好机会 越是提供更多很好的机会 尤其很多个股 其实拉回来很多 它的买点都浮现 你反而要在那个地方怎么样 反而要是布局 这整个盘 我说你看像这种结构 每次都长到你心痒痒 觉得好像一路要大涨 它就翻下来 跌跌跌到这一路 真的好像真的是 都已经完全没信心了 它又大涨两天 这个B波的结构就长这样 其实这个结构在7月7号 很久以前我们就确立说 你接下来那种B波结构 就是会长这个样子 要习惯 也没什么特别大不了 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行情 可是它量能也都很普通 可是它会不会涨会涨 头发是涨了1600点 会不会涨会涨 你看它压回就压回 小B波 那接下来会不会涨 我说接下来就是一个B波第二段 还是往上走 或是说直接走西波 都是往上的结构 所以你这个地方 是反而要注意买点 反而是要注意买点 而不是因为这一段的下跌 每次间谍缩跌 那整个就要转空头 没有那回事情 没有那回事 整个盘式结构你要把它理清 否则你没办法去应对 你没办法去应对 而且我跟你强调 我说就算 这个B波是一路在往下测试 你个股选好了 一样做都会赚大钱 不是大盘一路在下跌 你空个股就会赚大钱 没有那回事情 大盘涨跌 我说跟很多个股都没有关系 涨的涨跌的跌 你要选对才有 就算你这一段 投尔就算你这一段你要做空 你还是怎么样 重点还是在选股 选对才有 选错一样被嘎得屁股尿流 你这一段一路在往下测试的过程 因为它不是那种急跌式 它是慢慢盘点 很多个股还是一样在往上走 所以个股表现差也很大 这我一直跟你强调 我说其实从7月7号到现在 我还是强调一个重点 你操作个股的部分 其实你根本就不要去理大盘 可是它个股的位阶不同 你要把它理清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好 这是目前的盘式结构 大概还算清晰 大概还算清晰 好 那选择群这个部分 当然我说如果直接走7波 当然就比较有机位 如果只有V波的第二段 那应该我们讲坦白话 没什么好做 没什么好做 这选择群的部分 第一个你那个脉动 你速度要快 然后你还能够 还在时间内完成 这个要全方位的评估 不是傻傻的看 我把他就给他拼拼弄买一通 这个要爱惜羽毛 选择群的部分要爱惜羽毛 不要一天到晚出手 真的是绝佳的一个timing 再来进场 否则不乱出手 其实我们选择群出手机会很少 不多 可是胜算很高 都不说胜算很高 选择群这个超级任务 那你资金控管你自己要做好 都不说资金控管自己要做 我说像这种都三天了 56到294 特别这个三个交易日而已 这是5倍 然后这个是33 这也是三个交易日 这就赚了7倍 特别是出手不多 可是胜算很高 那8月份的我们也有布局 也是锁定在15300 也都达正了 这最后在161 好那现在9月份了 我说这种9月份 刚好面临到B波 慢慢再往下撤 其实机会变不高 讲坦白话 好 那现在 你要不要过来决定 不要 我说如果你确定 开始要走西波 当然才比较有得做 如果只是逆破第二段 其实没什么好做 那也就是说要看出 它有一个什么 推升了脉动以后 你还是要等拉回 还是要等拉回 在这个结构里面 你绝对不要去过度追高 绝对绝对不要去过度追高 所以它走出一个这样 那种很黏的那种 有个轨道一路黏上去那一种的 那你就 它会拉回可是就不多 那一种就要及时进场 那些意思吗 这个结构很重要 怎么说这个结构很重要 这个地方呢 你盘式你一定要理清 否则你会比较辛苦 会比较辛苦 这是齐全的部分 有新規认同理念的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那我说呢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等会儿 这个是个人的一个LINE一对一 你把它扫描 按加入就可以 或是用ID搜寻 它的我们的那个ID账号 ID的那个密码 ID的账号是27810909 27810909 欢迎来加好友 欢迎加好友 那其实会很多 你有时候你有什么问题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沟通 可是有时候你要有点耐心 我没有办法一天到晚一直看 这是私人的LINE 我没有办法一直看 那就是说我会利用时间呢 会把它全部把它看过一次 所以你有什么互相要沟通的 有时候你讯息丢出来 可能要稍微有点耐心一下 那我当然我会请我的私人助理 会先把它看过一遍 会先把它看过一遍 那我还是我会从头 我还是每一通我都会从头看过一遍 好 那回复的都是我本人在回复 如果是在回复的问题 都是我本人在回复 不是请助理回复的 都是我本人在回复 这如果你有兴趣的 欢迎你加好友 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可以 欢迎来沟通 欢迎来沟通 这是这个搜寻 这个或是你扫描 这个在画面的左下方 你看到的左下方 那个也是 你把它扫描按加入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来我们今天先讲两档新的个股 我说个股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一直在挑 近期的个股 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都是相当的不错 那如果说之前不错 后来有点衰退 我都会把它剔除掉 我都把它剔除掉 就是那个营收动能 绝对不可以衰退 衰退一点点还可以 持平还可以 可是重点是 歪歪要成长 那如果说越衰退还OK 衰退太多也不行 那如果衰退到 连歪歪都衰退 那就要打叉叉 好 你了解意思吗 好 那个一定要剔除掉自选 那个就是自选的名单 一定要把它剔除掉 你这个营运动能要出来 营运动能要出来 好 8916光荣 我们看一下 他说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自己都在整理 我是抓他这一个开始 有机会开始做一个推升 那你说这边 老师这边其实推 没有他拉回很深 你说这边是第三波的开始 3-1 3-2 这个可能性不高 这拉回都超过0.84左右 这个应该不是 这应该是个整理结构 那整理结构完 盘充这地方推 所以他这个1 然后不规则的整理2 然后现在大概走第三波 哇 那你冲高 冲高他拉回 他今天还好 他盘充他有拉回 有拉回你要注意 拉回要站在买房 你也不要过度最高 好 头发 来8916的来光 你今天过度最高不必 他有没有拉回 他有拉回 拉回这个点其实不错 其实不错的 其实不错 那头发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营运动能 6月7月都有超过10亿 头发这个都比 其实这个YY都大幅成长 8月份又公布了 头发8月份的是12亿 还没有修在这上面 这上面这个资讯 又比较慢一点 8月份的营收是12亿 12亿 这是10亿 6月7月都10亿 之前都4亿 5亿 6亿 7亿 8亿都有9亿 10亿 10亿 8月份现在公布出来是12亿 那你看他表现的EPS 头发是1.96 1.96当然这个地方有 5千多万的一个业外收益 可是这个不多 所以这几乎都是本业 1.96 这是28亿 那你28亿你第三季肯定 肯定三十几亿 头发你看目前 你看7月份10亿 8月份12亿 所以这个7月份应该是30几亿 30几亿的话就比这个高 然后他毛利率也出来 所以这个表现相当的亮丽 头发这个表现相当亮丽 2块多2块多 今天乘1的相对应中校游场 长期都不错 你看那个巨洋 看4432的一个冥望时代 我们有讲 然后看这个光龙 这个结构 那这个确实他的数字有出来 确实他的数字有出来 那他的结构 我说他结构很有机会 这个地方正要走这个第三小坡 是一个小祖圣段 8916的光龙 后面那个云云东 我们都检视得相当的仔细 都检视得相当的仔细 好 这是8916的光龙 这个结构你看 这很明显 他其实前面整理很久 不管他 这地方开始有点粗量开始出来 退一个粗生段 你拉回来 然后这个地方整理 你说3-1 3-2 3-3 1也没关系 可是因为这拉到很深 大概这也算是个整理 不管他 你从这个地方开始第三坡 等于是刚开始起涨而已 等于是第三小坡 是第三小的祖生段 是刚开始才起涨而已 8916的光龙 等于是这个结构相当的漂亮 等于是这个结构相当的漂亮 这祖生段正在推 好 等于是来看一下 这个冥王石 等于是这边有表态了一段 他要整理 老师你判断他应该还有另外一段 这边一组结束没有问题 但是整理很久 整理很久 当然我一直在等他说 看有没有机会穿一点点头 然后破一点点底再来买 那没有 为什么没有 他今天盘中公布的 他今天盘中公布了 8月份的一个营收 1.71亿 又是比上个月还高 4432 来你看 这个Y2Y也是大幅成长 通过这1.81亿1.21亿 7月份是1.4亿 8月份今天盘中12点多公布了 是1.71亿 那表现也是相当亮丽 通过这表现也相当亮丽 8月份的好 那你看他在EPS3 其实这个是 这个有比较多的一个业外收入 大概一半等于是 你再把它拆掉 这个大概也有 本业大概也可以 大概赚到0.8 0.9 4亿 4亿 可是我们可以评估 第三季的一个应该是超过5亿 所以其实你看 有机会1块钱以上 1块钱以上 当然这个就1块钱以上 当然这个有业外 就1块钱以上 所以你第三季如果 我们是说没有业外 如果有的话更多 1块多1块多1年 那你现在股价才30块 那当然是这个地方有表态一段 那其实这长线来看 这个是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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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低 这个你要看周线 这是很低很低的地方 很低很低的位阶 你不要以为他 这是很低很低 因为这达底完成以后 其实有机会表态 好那表态你再看日线 日线当然这个地方明显只有一段 很明显只有一段 那这一段完你 它会整理 那我是判断它整理完了 有机会就是这个整理 这个整理 第一波结束了 整理完了 很有机会推这个 那如果推这个能够推成功 当然这个就是 比较可以期待的波段了 我们会去做 会去做它 譬如说它一个组成段 它第一个速度快 波段比较大 有没有 像这个 这个如果推成功 那就不得了 对不对 第三波才刚启动 刚启动 很多人会过高以后才去追 那去追以后怎么样 因为它就是比较没有把握 每次过高以后觉得走了走了 涨了才要追 追了以后它一震荡它拉回你又去认赔 它事实上是要走 你要先判断说它会走 你就直接把它做 懂得意思吗 我判断它第三波会动 会动 会有这一波 所以我们就直接走 直接做 不必等过高以后才来做 哇 那个差很多价钱 那这个也是 通过这个我们判断它就正在走 正在走 这个就是三 你看我们做这个都是三 为什么要做三 因为它第一个速度比较快 比较快 那如果一个波段掌握住的话 其实是怎么样 其实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非常可以期待 好 这是4432的名望石 4432的名望石 好 那我们来追踪 上礼拜给你谈的 9月7号的材料可以 我说这个打下来 这边1月3月5波结束没关系 你这个顶多整理完 还有机会推这一段 这个我们会判断说它有第三波 还是都是因为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表现真的是一样 相当的一个亮眼 相当的亮丽 对不对 好 这上9月7号 9月8号拉长停 你不要拉回来下到 129号拉长停141 今天又冲到 恭喜亮灯 今天最高又到145.5 好 145.5 好 那47来 这个才OK 你说这个地方 我说它这一组结束了没关系 你说如果再多整理也无所谓 那个区间不大 然后再开始走 或是直接走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那个比较是 比较小细微波的迈动 因为有时候它会多整理一次再走 或是说直接走另外一个迈动 走另外一个迈动 好 这是4763的才好KY 今天也在创高 145.5 好 那这个拓卡也是 那时候大盘在相对落 它还表现也不错 今天又再冲它来到 来到那个拉回的一个 上来一个平行高 180.5 180.5 4536的拓卡 这个也是一样 它结果很变都没有变 都不如这4536拓卡来看一下 那它这边我是判断 它这里只是一个出声段 所以你这一段它也结束了 这之前就跟你讲结束了 那整理整理我们认为这里有机会 差不多 那还是有机会再推另外一段 还是有机会再推另外一段 好 这是4536的拓卡 那迅州我说这个结构 拉回你的是在占买方 结构都没有变 结构都没有变 有没有 这个结构它这一段走完 它整理整理 而且都属于一个高档霞幅震荡整理 都强势的 都强势的 所以你看 像这个迅州的话 上礼拜大盘弱的时候 它还相对强 涨了8%多 今天也在窗高 13.84又涨了 找到189 189好 那中壘我说这个地方75块上来 主声段对不对 到107.5 你不要追它会拉回来 拉回来从这里 75上来它第三段 它应该分五段来走 123 现在是3至5 应该有机会走3至5 这一段 有没有 今天也涨得不错 今天涨了98.6 来到4.78 那你看 像这个你要去 你这个拉回 你要敢占买方 头部这拉回你要占买方 91块多 93块多 你要占买方 那今天上来就98.6 有没有 这是中壘 立端立端也是 头部立端今天也是大涨 645立端 今天也是涨得还不错 涨到646.8 时间不太够了 来 我说这个中秋节这个回 今天最后一天 这个中秋节过了 今天因为这个太多人 头部这个太多人在问了 头部这个太多人 所以这个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的一个短期体验值 大封关在最后一天的一个机会 务必要把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电查局部黄老师 冲秋回馈专案 低档布局末班车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术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电查局部黄老师 冲秋回馈专案 低档布局末班车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术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减硬的急救药品 盆栽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就是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栽海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冲容应对 回到节目现场来 投票这个是LINE的一对一的 你可以欢迎加入好友 用ID搜寻278A0909 或是扫描这个QR Code 你电视画面的右 左下方也有 一样这个东西 好 那中秋节 因为这个太多人了 来问 那这个最后一天 再多言一天 地栏布局末班车 短期体验 直达封关 目标要把握 这最后一天的一个机会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二十四小时帮您解盘 电台台部黄老师 中秋回馈章案 低档布局末班车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术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拨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2781-0909 0909-2781-0909 电台台台部黄老师 中秋回馈章案 低档布局末班车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术博专线02-2781-0909 2881-0909 救命特攻队 救救生波滑 救命 救救我的女儿 救 大声呼救 救 打电话求救 升 无限延伸救援力 抛 把漂浮物 抛给溺水的人 滑 能用干净的水